花莲名师傅餐厅的业者庄玉贤 秉持着父亲庄宗明 生前对弱势的关怀 6号的中午特别席开15桌 邀请了肢体伤残福利协进会的会员们 共同享用美食 是这样魏家贤也特别到场 肯定庄玉贤带领餐厅师傅们 以美食料理享宴的善举 为社会带来正向的能量 一道道美味佳肴足以上桌 让人食指大动迫不及待的想要大块躲衣 而这些全都是民事服餐厅 特别为肢体伤残福利协进会会员们 准备的专属大餐 那因为当初早在将近六七年前的时候 我们每一年都会配合施工所这边 来办理一些包括施加福中心 或者是红十字会等等 像今天的肢体传商协会等等 那因为老爸的精神 他就是娶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 就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厨师 那厨师能带来给人的就是一个温饱 那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那相信他的精神会一直留在我们心中 透过华联市公所社福平台管道 民事服餐厅已经连续七年 宴请弱势家庭或社福团体 共同享用美食 在六号中午特别席开十五桌 华联市长魏嘉贤也协同车牢客长肖子卫 道场向大家请安 并颁证感谢赚给民事服餐厅 而现议员魏嘉燕也一同道场 肯定餐厅回馈社会的散举 那华联市公所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很多的餐厅 善心企业在无时无刻都在关怀我们社会 也需要关注的朋友们 那我们也要谢谢民事服餐厅不只是在这段时间的一个付出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餐厅夜非常非常辛苦 那也要特别谢谢在0206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过去老老板这样子号召所有的厨师界来做益主这样的一个散举 感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良善的餐厅爱的餐厅都能够在花莲 建立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企业之外 也能够把爱继续延续下去 自体商餐福利协进会理事长吴正元 也颁证感谢状给餐厅业者庄玉贤 并且捐赠一台轮椅给民事服餐厅 提供来用餐的长者或是有需求的民众来做使用 那非常谢谢魏市长他长期的对我们这些族群 弱势族群都是很关心的 那我们也希望花莲市也可以成为更友善的城市 那我们CLA日前获得了福伦社监证轮椅品 那我们想说这个轮椅可以放在食物银行那边 让各位民众如果在紧急要用的时候 可以很方便快速的来取得这个轮椅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花莲市或是花莲县 如果有需要伦理的民众也可以在食物银行那边索取 或是跟我们资产协会来申请书来申请 钟玉贤也表示从办外会开餐厅到创立明星驿站 帮助在地小农 都可以看得到父亲毕生奉献烹饪的用心 与对人文的关怀 也因此每年的公益饗宴 不会因为父亲离开人事而中断 记者徐立琴金安湘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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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